既然我们的合作意向已经达成 那么庄总 带我去看一下你们的储备仓库吧 我听说 你们的珠宝储备仓库 只有总裁一个人才能打开 老大 有点麻烦 珠宝储备仓都是数层加密 虽然我有办法解决问题 但是要从迫卡里切进去 这就相当于 炸的自家中空系统 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 还会有大麻烦 可能有三次机会输入正确开锁密码 以及您的身份认证 才能打开加密门 九十秒 对 如果超过了 加密门会自动反锁 没有向警方报备 将永远不能打开 怎么了 庄总 不打算把门打开 让我们看看蓝海最有实力的制作储备吗 请输入高位加密码 允许容错数三次 我已经绕过了中空程序 正在寻找切进去的方法 但是贸然切进去 不仅会引来自动锁定 甚至有可能把我们也一起栽进去 那就眼睁睁看着 现在只能启动 加密门的密码和指纹 能帮大小姐过了这一关 密码会是什么 老董事长的生日吗 不对 老董事长的生日是公开的秘密 不可能会用在这样的加密门上 那会是 南海集团的创立时间 对不起 您输入的密码有误 请在三十秒内重新输入 允许容错数两次 是 不是南海集团创立的时间 那会是庄信妍的生日吗 信妍是老董事长最疼爱的孙女 非常有可能把这辆重大的 储存仓库的密码 设定为她的生日 是庄老董事长 是庄老董事长 没交代过 还是你自己 根本没资格知道 唐小姐 干嘛 这里是南海一星 请注意你的言辞 岂不是外公的生日 不是新颜的生日 又不是南海创立的时间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时间 才会被顺利为存储仓库的正式密码 新颜父母的出生日期 结婚日期 快 打电话 密码1121 还是当年他们在海外 原来他的手机密码 是父母出世的日期 张总 这门到底还能不能打开了 是 密码正确 加密程序为您开启 请您在十秒内 验证正确身份信息 加密程序将为您打开所有程序 有人输入正确密码了 张总 输入指纹吧 指纹太容易被破解了 我们的中控系统 扫描的 是角膜 摇动 关系统 导致 进行 匀 上压 不信 入山 入山 在家的宝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汤总 请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